Nio 了世紀 天天的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來看達洛P2人對上寶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來看一下藍方 是選擇了達洛P2 達洛P2這個文明非常有趣 他可以出相公 也可以出步兵 也可以出騎士 喔不是騎士 他騎士沒有 只能出輕騎兵 那為什麼可以出輕騎兵呢 最主要是因為 他可以出這個烏之鋼 他的烏之鋼呢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呢 跟騎兵的這個攻擊 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 所以達洛P2人呢 是很康特這個條盾騎士船 還有貴族特權 貴族鐵騎這個單位的 然後防禦防特告單位 他都會輕鬆瓦解的 那達洛P2人呢 的經濟特色 是每升級一個十大 都會給兩百目 這兩百目對於新手來說 可能無感喔 但這個兩百目 對高手來說 是非常好的一個經濟加成 不管你是要前壓工程器製造所單位 投車 升頭戰術 或者是你要再開農 都有一定的幫助 而且達洛P2人的工程器製造所單位 也有截面喔 所以 他的這個前壓部分 也變得更強了一點 那我覺得達洛P2人 後期還是比較適合打 相公跟戰矛路線 因為相公跟戰矛 還有這個攻速加成 後期再配一些邊劍兵 或者是步兵單位 劍兵勇士 去做一個無視破防的動作 然後用少量的輕騎兵去做騷擾 是比較適合達洛P2人的 而且達洛P2人本身有火炮 所以他打陣地戰也是補弱的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有這個馬凳技術 是全遊戲裡面喔 騎兵攻擊力速度最快的一個文明 有點算是騎馬版的日本喔 日本也是33%攻速加成 寶加利亞也是喔 那寶加利亞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這個科技是需要升級的 雖然你也不能單純的就是 完全不能喔 然後直接點這個馬凳喔 你的經濟會非常慘 所以寶加利亞人也算是 蠻進階的一個騎兵文明喔 本身沒有什麼經濟加成喔 應該是算是零經濟加成喔 但是他的兵工廠呢 跟工程器製造所的食物消耗是減半的 所以他叛科技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強軍士來說是有優勢的 所以寶加利亞人會比較適合在封建時代喔 多按一些馬舊單位啊 去做一個前起騷擾的動作 然後去點一下一攻一防 甚至品種喔 可以打出非常巨大的優勢 好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寶加利亞金框樹在後方 那果子在前面喔 所以寶加利亞人這一局喔 一定要打強軍士喔 不打強軍士 他這個防守成本會越耗越大 盡可能的喔 用強軍士把這手逼在家裡喔 不要出門 然後自己再慢慢圍起來 會比較好 因為前起的支援不多 你要一開始就圍完 是非常困難的 那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這張地圖的話 我認為只有30分吧 雖然金框在後面喔 但是他這個後方喔 不好圍啊 真的是不好圍 右邊的話也要圍到底了 整體防守面積太大了 好 那達羅P圖 這邊的一個地圖看起來喔 那金框是在後方 那果子在前方喔 那跟寶加利亞其實也是很像喔 也是只有二三十分喔 二三十分原因 只是因為他金框在後面 比較好守而已喔 那如果我們來 稍微來講一下 他的圍的方式喔 就是要這樣子圍喔 小圍的話 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這樣就是小圍囉 不要圍太大 那寶加利亞的小圍呢 就是這樣子圍 然後 這樣子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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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圍 還是圍很大 哇這個小圍 我覺得圍怎麼圍 都是會圍得有點變大 不好打 不好打 寶加利亞人這邊 只有強軍師意圖了 好那寶加利亞人 還有一個特別地方是喔 他打棒棒的話 移到封建時代 會自己升級喔 民兵系這個部分喔 是免費升級的 但是他沒有建兵勇士 但寶加利亞人喔 還有這個金冠科技喔 協議技術 可以讓民兵系的裝甲 近戰防禦加武 所以到了後期喔 裝甲步兵的防禦 有近防久 這是需要注意一點的 但是打偶P圖人 就是我們開頭講的 他有污織鋼科技的關係 所以寶加利亞人喔 是沒有辦法使用 血液科技去針對 打偶P圖人的 是需要值點 值得注意一提的事情 好 那目前看到寶加利亞人 沒有打 騎士開 而是打了工兵開局 好那工兵開局也是有好處的 畢竟這個 一攻一防 造價成本也很低 因為他這邊是看到 對方也是打裝甲步兵的關係喔 所以打刺猴一定會稍微劣勢一些些 那大會這邊黃金可能要先來挖了 這邊木牆沒有危 有點危險 這邊直接封鎖住 對方的刺猴直接關本獸 哇直接滿身大汗 三隻裝甲步兵想要拯救刺猴 但沒有用 好直接被打爆了 好 但是打手P圖這邊 也沒有小微 直接用木牆圍住了自己的資源點 這個是比小微更好的一個方式喔 防守的成本更低 然後也可以很好守住 但缺點就是喔 出來的村民喔 沒有辦法隨意的去補 黃金礦黃或木頭 所以大會出來的村民喔 都是要先來灑農田的 然後等到自己能稍微圍起來 其他地方的時候 再把這個木牆低掉 然後再把這個地方圍大一點 會比較好一些 好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既然封鎖時代很有可能就是這樣子 毛兵出來 待會就變兩邊毛兵互打 弓兵這邊可能不能再繼續按喔 那打到P圖 封鎖時代 就有這個 毛兵的攻速加成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弓兵其實不用按太多了 按個兩三隻左右 去稍微打下 對方的裝甲步兵就差不多了 好結果毛兵出來的地方有點尷尬 直接被打到了殘血 好這邊果子區村民有點微 兩隻裝甲步兵走了出來 直接硬尻 但是這裡沒有在動 刺頭直接被換掉 哇 保加利亞這邊裝甲步兵 操作失誤喔 沒有自由攻擊 這邊三隻裝甲 還是再繼續砍房子 砍到保加利亞人覺得有點煩喔 好 但這邊選擇撤退 兩隻裝甲 配上少量的毛兵 硬打有點尷尬 打不太贏 好痛阿 好 打LOP2人的這個 民兵喔 其實也是蠻有威力的 打這個路線也是OK的 好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邊互打 因為他的民兵呢 是有這個折扣科技半價的 所以升裝甲步兵阿 或是升長劍兵 劍兵有勢喔 都升滿快的 好那兩邊互投的一個結果 兩邊都沒有死村民 都是軍事單位互打 好這邊村民被稍微騷擾到的關係 稍微拉出來 那這邊還要再繼續 補一下更多的毛兵喔 那毛兵開始打不贏 但是後面裝甲步兵還在出 哇 打LOP2鐵了心要弄死對手 好這邊互打 毛兵繼續做一個拉扯 裝甲步兵在這個時期真的很煩 保加利亞人出弓兵也不好解 這個裝甲步兵 冤WP2又有毛兵 WP2毛兵攻速又特別快 好那這邊出了少量刺頭 想要來反制對方的搭配喔 刺頭確實是可以打得贏 他現在這個組成 弓兵阿還有毛兵 還有裝甲步兵喔 但數量夠多喔 雖然太少的話 很容易被裝甲步兵給吃光喔 好來看一下這邊的交換 果然被吃光啦 好這邊毛兵很努力去硬點 對方的 弓兵 好但這邊交換看起來 打LOP2全部送完自己所有單位 自己用少量的弓兵去射爆了裝甲步兵喔 哇 保加利亞這邊引進有點一攻一防 全部都有攻防的關係 所以打出了軍事優勢喔 哇不然這個如果打下去 保加利亞可能 如果是其他文明 這個數量單位可能會輸喔 因為剛剛單位其實很少 那保加利亞是利用自己兵工廠的 這個科技優勢的關係喔 打爆了打LOP2 這個細節細節 剛剛想說這樣打下去可能會有點 爆開吧 結果保加利亞就算守住了 忽然打強軍事喔 保加利亞人特別好用 好 攻兵加毛兵直接出來射射 這邊拉了更多的村民 好稍微加速一下 好 保加利亞人這邊點下城堡散 但是賣了打LOP2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好 稍微做一個拉扯 我打得還不錯 繼續追 雙腳步兵繼續砍 好舒服 哎呀 攻兵別出來啦 直接守到家裡就好 讓這個雙腳步兵去追就好 好 那打LOP2居然是升長劍兵 難道步兵META真的要來了嗎 長劍兵也只需要半價 超省 但是攻防一樣是需要200食物的 所以前期升步兵的防守 來說也是蠻重要的 但是攻兵要升的話 二級射是更重要的 所以這個升長劍兵META 為什麼那麼難用原因 就是因為升級方面是非常困難的 就算你升上去 也不一定會打到非常好的效果 好 保加利亞人這邊木頭有點爆 怎麼到了800多 黃金也是 這邊按出了保加利亞騎兵 OK 保加利亞騎兵 14級帝國裡面 5為1 這個騎兵死掉之後 會變成步兵單位 繼續尻對手的一個 特殊單位 所以我把它稱為喪屍騎兵 倒下了又站起來 卡了卡了繼續跟你扁 非常煩 所以你出長槍兵 是很難解乾淨保加利亞騎兵的 一定要搭配一些步兵 甚至直接出這個強弩火槍 直接去射保加利亞騎兵會好一點 但是保加利亞騎兵造價也是不便宜 而且是需要按這個銀類 去才可以出的單位 大陸P圖人這邊直接按下了非常多的單位 13隻的工兵 但是撞到了銀類 右邊這邊TC開始有壓力了 好 裡面要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嗎 好 漢金又補了 在哪裡啊 脫子車 欸 怎麼在這裡 下方沒看到 頭車砸一發 沒砸到 躲掉了 這邊直接用步兵硬尻 但是TC傷害有點多 還是射掉了幾隻的步兵單位 第二發頭車又來 砸 但是WP圖有空 這邊想要秀操作沒有秀好 損失了一些單位 砸到了一些奴兵的血量 好 寶甲利亞這邊打得很漂亮 防守戰防得很OK 4TC開農 少量的寶甲利亞騎兵走得出來 想要去反罪一下 但是要特別小心喔 不能被對方招到 讓對方招降到的話 就會損失慘重 寶甲利亞騎兵是很珍貴的單位 先砸勝利 Nice 人砸到了 再回頭砸個一發 沒有砸 被射掉了 但是這個奴兵被打掉了一排 好 寶甲利亞騎兵 最終還是被招到了一隻 前線這個銀壘能建立起來的話 非常的好 但這個工兵可能會有點難阻止 因為那個頭車一直有村民在修理 好 直接尻死 再站起來卡卡 卡卡繼續打 但是被圍毆 直接死去 好 這一波 WP圖血虧 但村民術並沒有落後太多 雖然寶甲利亞剛剛4TC開弄 但是TC delay非常多 所以經濟運轉效率其實沒那麼好 村民術並沒有領先太多 好 寶甲利亞騎兵直接跑到了後方金黃樹 哇 這邊抓到WP圖了 挖分礦的黃金村民 這邊村民可能要一直跑 直接滴木牆走掉了吧 尷尬尷尬 現在家裡沒有單位可以守 只能出生旅檔 哇 還是要損失一些數量了 好 這邊勝利招想一下 好 直接應招 工兵繼續射擊 左邊寶甲利亞騎兵 開始被擋下來了 長槍兵也出來也有工兵 所以工兵加槍兵路線 確實是很適合打贏這個 寶甲利亞騎兵的 他即使下馬後面還有工兵 可以繼續射擊 變成步兵版的寶甲利亞騎兵 好 那兩邊現在有點小打小鬧 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這時候達魯P圖點下了一級絕石 跟一級絕境 還有二級陰龍 手推車也點好了 寶甲利亞這邊補下了二級伐木 還有手推車 還有這個戰毛兵也升了 點下了彈道學 還有工兵護甲 哇 這個資源有點爆喔 好 二級容易點下 三級射化學 這時候達魯P圖才剛點下 自己的帝王實彈而已 直接要來前壓了嗎 工程機製造所 直接蓋了兩座在前面 後方又補了一棟城堡 開始把軍事壓了出來 目前是由寶甲利亞人村民術 領先16村 達魯P圖這邊點下軟甲技術 高地 戰毛直接反擊 投車砸一發 插冰球 哇 損失了大量的長槍兵 這個長槍兵有點尷尬 損失太多了 戰毛兵這邊打得很好 援有三級射的關係 戰毛兵打得非常好 而且化學腰好了 再補一弓 哇 即使你有軟甲技術 沒有三防 還是如同虛射 防禦遠防3 遇到7攻的戰毛兵 打得下還是有4滴血 哇 怎麼寶甲利亞變成戰毛怪 本來是應該達魯P圖是戰毛怪才對的 結果變成寶甲利亞人戰毛怪 好 再用城堡能蓋起來的話 可以讓達魯P圖喘息一下下 好 波兵防禦趕快升 三攻點下 寶甲利亞人經濟非常好 2500多肉 經濟來到131村 村民宿還在繼續往上按 OK 150村戰術腰帶來了嗎 好 戰毛繼續做個拉扯反打 沒事就回頭打一下 就可以收掉非常多的長劍兵 還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蠻划算的 後面還有一棟銀雷做個反擊 OK 升好了之後 直接點一下了寶甲利亞騎兵精銳的升級 然後用出所有的銀雷還有城堡 開始在爆兵了 好 這裡想要再蓋一個銀雷 但是這邊有個少戰直接堵住了 不能幹 而且這裡有城堡 哎呀 村民沒有在控 反正要損失掉的一些單位了 那達羅匹圖人這邊是當中帝王的實彈 是點下了三級的步兵的三級板甲科技 還有雙手劍兵三級雙人巨 那我覺得達羅匹圖人這邊先點化學會比較好 除了可以打對方的巨頭之外 打三毛兵火炮也是相當好用的 但他這邊有可能是顧忌 對方寶甲利亞奇兵一出來 出火炮可能會有點危險 所以是先選擇先爆兵 先優先升步兵科技 他確實也是做到一點效果 OK 雙手劍兵已經升級好 但還是有點難追到這兩台巨型投司機 就直接又進入了銀雷的射程範圍裡 能秀的回來嗎 應該是可以 城堡傷害非常的好 好 這時候寶甲利亞人點下了馬凳科技了 馬凳 讓寶甲利亞奇兵 傷害會突破天際的高 直接開邊 上去彈了起來 後面的戰毛兵有一個很好的輸出空間 好 那達羅劈圖人的劍兵勇士還沒有升級好 現在踩按下去 雖然是半價 還是需要一點肉量 好 寶甲利亞奇兵果然正面尻爆了所有的雙手劍兵 尻完之後繼續往前突進 想要繼續攻擊後方的奴兵 但奴兵已經被逼到了角落 達羅劈圖人會有點危險 反正 asked 六星駝的聲音聽起來很舒騷 很像那種泡泡只被壓破的聲音 呼呼呼呼 鬥呼呼 這聲音聽起來就是挺舒壓的 그래서我也其實也蠻喜歡玩寶甲利亞奇兵的 但很難玩得起來 我覺得保加利亞騎兵有點玩起來像哥德倫的一樣的感覺 你一定要開弄 才能玩出他這個樂趣 好 那對手 哈魯P圖人 其實被壓到家裡有點難受 轉出了疾病 來看一下疾病能不能很好守住對方的保加利亞騎兵呢 答案是NO 下馬板的保加利亞騎兵 繼續尻爆了疾病 這個就是解不乾淨的問題 你還是要搭配一些劍兵勇士 加急兵去打會比較好 好 達魯P圖人這邊直接升攻擊力就好了 然後我覺得可以不用再出什麼戰毛兵或攻兵 直接急兵加劍兵勇士 後面再配一些火炮去打戰毛兵其實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經濟有點被弄爆的關係 到處都有動 所以他現在經濟要農起來有點困難 村民住已經降適了剩下110村 雖然正面還可以勉強守住 但是後續的攻勢很難擋下來喔 不然保加利亞的資源量已經來到2000多資源 待會這邊資源全部耗光喔 應該是可以秒殺打魯P圖的 好 目前看到兩邊的一個交換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之處 達魯P圖還在努力防守 但是保加利亞人我不確定他現在在幹嘛 在送中充 想說奇怪 OK 中充已經在升級好 想說奇怪這個攻勢怎麼看起來有點零零落落的 少量邊際兵被解掉了 補下更多農田 這個決定還是要打騎兵單位 畢竟清騎兵部分還是可以吃到馬登技術的 好 這裡有一棟城堡喔 這個有點慘 被射掉了一堆 好 達魯P圖人 準備要來擠出最後一波兵 但保加利亞這邊也是 大型衝車已經準備好 就來都更了 後方還有少量輕騎兵直接去裡面爆砍一波 馬登技術太強了 村民砍太快了吧 這邊在收村 把殘血的村民收進去再放出來 血量多村民出來扛傷害 這個是收村的一個小技巧 左邊直接用村民爆打一波 新騎兵 大衝車正面已經來了 大魯P圖人這一波該怎麼辦呢 正面軍隊能守住衝車的壓制嗎 烏之鋼還沒有好 還有15秒 在這15秒之間 他能守住大衝車的壓制嗎 保加利亞騎兵直接射兵硬拷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急兵了 反正下馬之後的步兵 還可以幫我處理 烏之鋼易拷 但是打魯P圖的步兵單位並不是太多 正面衝突直接壓到城鎮中心 打出了GG 哇雖然 大魯P圖的關鍵科技已經研發好 但還是不敵對方的經濟 經濟實在太好的保加利亞人 這個大衝車一進來 真是完全沒者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不好意思按錯了 經濟的部分是由保加利亞人拿下了所有的資源科技 全部都是領先的 非常凶狠 這個資源量很多 保加利亞奇兵之處 11隻 123隻奇兵 還是擋不住保加利亞的馬凳 和騎馬科技的壓制 非常強大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gjorde 摩托 D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